没有brow ok 带橙色这样子的brow color 再来就是黑色 有size啊 这个半裙是有size的 前面它是这样子一个bucker的款式啊 前面是这样子bucker的款式 后面是隐藏拉链由上往下 拉链是在后面由上往下来 左右两侧有口袋 一样这个面料是比较有垂直感的那个面料 然后也比较抗重的那个面料 腰围这边是这样子一个贴一个贴这样子的车法 所以它这些腰间的车法都是非常复杂 然后比较多小细节 然后腰围这一片是比较大片的 所以非常的显瘦 啊 像助理每次讲的 这样子的纪念很流行 这样子大富的闪群 这个呢 它就像比我们之前那个呢 星期二那个是没有size的 这个是有size的 它是整大富那么一大富啊 ok 整大富那么一大富 我身上穿的是olive color ok 面料是西装布面料 像他讲的 它是有那个垂直感 它会随着你的那个动作来摆档 这样子摇 这样子飘 ok 是整大富那么一大富 拉链在后面有口袋 左右两边口袋是functional 应该这么说三个色都是属于比较深的颜色 想有太多黑色 想要显瘦 可以带着我身上这个olive color ok 它的颜色也是属于很深的色 比较corporate的话 比较会太单 可以带着黑色 然后另外一个是比较 啊 比较复古的颜色 就有这个caravel brown color ok 我身上是穿着m 尺寸跟助理一样啊 这件半裙是需要穿l size的 然后长度是属于midi length的长度了 上班啊 这样子的款式 你配搭我身上这件上也是非常好看 非常斯文 然后非常有女人味的就对了 这个bucket是款式来的啊 不能够拆的 是attached在那一边的 ok 转多一次后面给你们看 后面是这样子的 ok 我先换焦糖色给你们看先 所以说这一个半裙size不一样啊 记得需要l size ok 你要带走L size 和它尺寸一样的话 因为cutting是比较小的 够高腰啊 ok 它是很显秀的一个裁剪 因为它腰的力气下位是比较宽啊 就是比较收腹的感觉 整体腰是非常的显瘦 还有就是这个的下台不要超过我们体温的尺寸 因为它腰完全是拉伸不到 除非你可能说穿胃胃膏药这样子 可能多一个1.7m是可以的 因为我穿的话 这件我是建议说到79 就是我的size一个1cm就不多 所以说现在这个款 建议不要超贵比较好 你超过的话可能就会太累之内 我是穿着L size 身高160整体穿出来的效果就是这样 一个8分 8分属于是一个8分的那个长度 160啊 穿着L size的效果就是这样子 所以说我们上一期 有些都还在找着这样子的赏裙 然后说你们可以选择带走这个款 因为加上这个顺略也不多 只是一到两件而已 其实我们要加单了 厂家就说描杀款被抢完了 你的size 记得需要L 面料是比较抗重的 然后它是有垂直感的面料来的 所以说找这半裙的话 不要错过这个 给那些说比较喜欢带走要走size 不喜欢free size 不要错过这个 基本上这样子有size 它后面裙头都是flat的 不会有rubble elastic 因为有些顾客就是不喜欢 后面有rubble elastic 想要走size的 这个款式 这个是有size的 我身上换了这个焦糖色 caramel brown pink 然后比较复古的这个款式 比较复古的颜色 你可以带走我身上这个颜色 一样会有那个显瘦的效果 因为基本上它三个色 都是属于比较暗的色系 我身上是穿着m 跟着助理的尺寸下班 这一件是需要穿L size 我一样是要穿m size 因为cutting比较小 下白它是整大幅那么一大幅 这一件它就是plank的 下白这边它整件是这样子 整片这样子来车 左右两边有口袋 腰这边是添加了 这样子的小细节 不要那么单调 它在加了这个金色的扣子 是拆不了的 然后说这边是比较索腰 因为它是这么宽 整体它是非常鲜 因为它这个是属于比较宽的款式 它有那个修复的效果 在那里面 对想要复古一点的那个感觉 应该这么说 amount三个色里面 比较bright的颜色 就是我身上这个胶 对 叫糖色 叫糖色就是带复古加时尚的感觉 加上如果说你配搭主播先生 就比较浅色相衣 它是比较时尚的配搭 另外一个深色呢 如果你有太多黑 你要显瘦的话 你可以带走这个olive color 一样是可以配搭的到我这一件上衣的 我去换黑色给你们看 基本上应该说这个半裙 它的颜色都是很容易配搭的颜色 因为它都是属于比较深色的 我可以 你说你的黑色L收了Amanda 可能能帮M收了 数量很少而已啊 要不然都见你们直接直播 是要搭哪一个的手机 这个助理是穿着L-Size 主播是穿着M 最小的码是从M开始 所以说如果是平时你能穿L 必须拿XL 平时S 你必须拿M 毕竟说M就是最小的码了 不要下错单啊 因为我这个量就是一到两件啊 不要抢了之后 你们跟我讲你们不要啊 不要这样子 先看好尺寸啊 看好尺寸再下单 位数量就是那么的一到两件而已 对啦 看好尺寸啊 不要下错单啊 不要下单了 因为有些真是剩那么一件 就是下到两件 我留意给你 看错不要 先检查好尺寸 OK 主播穿着M 助理是穿着L-Size 想这个款 OK 我换了黑色 比较容易配搭的颜色 就不用多说啦 一定是黑色 for那些上班 不能穿太 不能太鲜艳的颜色 比较需要比较素的颜色 黑啊白之类的 这个黑肯定有 肯定是黑色啦 对啦 毕竟说上班是很多衣服 5月60块什么颜色 下班是黑色 肯定达得到 一定达得到 OK一定达得到 三个色 最小的码是从M开始 一下子我把一股弄好 最小的码是从M开始啊 中高腰 OK中高腰 如果你穿了微微比较紧的话 它会稍微提高一点 就变成高腰 OK三个色 最深的色是黑色 然后呢再来显瘦的来 因为这种沉闷的颜色 你就可以带走这个 olive color 然后另外一个比较 比较比较 三个色 比较bright的颜色 就这个焦糖色 三个色 最小的码是从M开始 最大是去到XL 尺寸跟助理一样啊 这一件是需要穿L size 然后我是穿着M 数量很少啊 面料是西装布面料 微谈的西装布面料 然后这个面料也是比较抗皱的那一个面料 然后面料是有那个垂直感 整体穿起来就是它的长度 属于八 七到八分长 OK Depends on你的身高 好 还有我看你拿什么size size 大的话长度会稍微的加一点点 有口袋啊 左右两侧口袋是防身的 要的话都建议你们看了直播 回来直播间这边下单 不要inbox下单啊 因为这个数量很少啊 最后你都给大家看了 每个人都